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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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 麦美娟说 对区议员表现感动满意 认为可以继续保持现有的地区治理系统 完善地区治理后的区议会设理职监察指引 文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 麦美娟说 会以年度公布它的职效指标 但是部分职效以次数评合 例如是农历新年的关外大行动 有地区要求区议员探访到指定数目的家庭 会不会被人感觉是为追溯呢 如果我们没有数字呢 那又会有人说我们没有数字的要求 但是在数字的要求以外呢 我们看到其实区议员的工作呢 其实是有一些实质的果效的 访到那个有关的数目的数目之外呢 它引出了一些 譬如在地区里面市民关心的交通问题 之后在议会的工作里面呢 他们又继续跟政府部门去跟进 指引亦都定明会议出席率 麦美娟说超过七成区议员全勤出席 相信是历界中表现最好 那是不是没有需要再考虑改变区议会的组成呢 就算我自己做了二十几年区议员 都见到很多以前这些地区的问题 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处理到 但是见到在今年这半年里面 整个地区治理的效率是提高了的 很多地区里面的问题 是得到很迅速的回应和解决 我相信这个运作良好 都值得我们继续去保持的 同样在社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关外队 运作了大约一年 局方说正在这里进行检讨 怎样可以令到他们可以很快速地动员 那些资讯的发放和流通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 但是部分关外队反映 平均每个月只有大概三至五万元资助 有时都可能有心无力 会不会考虑资助压加码呢 政府的资源我们都需要善用 如果是在有可行的情况下 当然我们希望挥挥地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 社会里面有很多人都很愿意 主动地和我们挥挥地合作 我们其实现在都经常有很多人和我们说 想到一些新的方法 怎样可以在地区上开展一些新的服务 由立法会走入热厨房 麦美娟回顾过去两年 应用时间过得很快 已经完成了完善地区治理等不同的工作 希望剩下的任期可以继续很快地帮到市民 母亲烈士记者 杰环文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认识村省的邀请 率团到当地商讨大红猫赴港安牌 李家超同夫人李林丽禅 早早11点半左右 到达中国大红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燕基地 随团的有海洋公园主席庞建宜 他们探望痴性大红猫娥微 了解大红猫的护理 致养和赴港安牌等的细节 以及国家在大红猫保育 和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李家超说希望尽快安排大红猫到香港 代表团其后也会到四川香港马会 奥林匹克运动学校进行闭门活动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社交平台说 已经和四川省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接 商讨送赠大红猫的安排 又是一会儿 转头回来有其他消息 欢迎收看订阅中吴收市的表现 恒生指数中吴收市 在报17,161点 跌238点 总成交超过467亿 最后的港股 腾讯控股跌6毫升中国企业跌4毫6 盈富基金跌1毫6 阿里巴巴跌1个2毫半 工商银行跌0先4 油帮保险下跌8毫6毫升 卫风控股跌5毫升 美团跌8毫升 建设银行升2先 中远海控跌1个1毫4 再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卫风控股跌5毫 油邦保险跌8毫半 中移动升4毫 港交所跌3个8 香港中华煤气跌2先 人民币柜台最活躍港股以人民币计价 中国平安跌9毫 中移动升4毫 联想集团跌2先 港交所跌3个4 美团跌9 油邦保险跌7毫半 商汤跌5先 阿里巴巴跌2 比亚迪股份升8 中银香港跌4毫 恒生科技指数 后报3,171点跌25点 内地股市 商征综合指数跌15点 深正成分指数跌73点 全港青年月曲比赛举行决赛 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云周年 主办方期望透过比赛 比更多年轻人认识粤剧这项非物质文化遺产 华丽的投赤服饰 华丽的投赤服饰 眉目分明的妆容 灵巧的肢体动作 佩尔妖良三日的歌声 这班粤剧小生花旦 举手投足都有板有眼 全港青年月曲比赛在湾仔举行 今年是第49届 决赛分为少年组 青年组和彩唱组 总共14组参赛者 其中一个只有13岁的参赛者表示 在学校认识到粤剧 上暑期班的时候 已经觉得粤剧这个服饰活动很有特色 好像没有什么听过 所以吸引了我去学 另外我觉得在头饰 或者服装方面也成功吸引到我 我身边也只有几个 也不是太多 但是因为每个都觉得粤剧好像很麻烦 又要穿头饰 但是其实粤剧是一样都挺有吸引力的 面对大众对粤剧认识不足这个问题 有应介大学毕业生就认为 可以应用科技加以推广 现在都比较流行视频 或者一些比较短视频的那种传播 其实我觉得这个传播是很大的帮助 是给不同的人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些 关于我们粤剧方面的一些知识的影片 或者是一些认识不同的演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粤剧名领借雪芯就认为可以由钱入心 向年轻人推广粤剧文化 政府都可以在配套上做得更加好 我觉得由钱入心都很重要的 小朋友都是有些人喜欢漂亮 如果你给他一个感觉不是那么难的 不是那么难接触的 他们就会投入了 他们不只是做文气的嘛 刀枪劍击都要的 希望政府给一些多些留底够高的地方给他们 希望政府分类 这种培养青少年 或者粤剧的新秀 就会容易给他们增长地 主办方期望让更多年轻人 了解和欣赏粤剧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推动粤曲文化发展和传承 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道 贵安我临可刑 湖南东庭湖缺堤 堤霸缺口已经封倒超过一半 提霸位于岳阳市华用院 上个星期五决堤 原本长达226米的缺口 截至今早10点已经封倒了142点银米 缺口缩细去到83点银米 当局以水陆两路包抄封倒 载满石块的货柜车和船 不断向缺口投放石块和碎石 今早有多几手带型船舶参与投放工作 加快施工进度 按照每日60至80米的封倒速度 当局预料明天中52点之前 完成封倒缺口 行政长官李家超应四川省的邀请 率团到当地商讨大红猫副港安排 李家超同夫人李林丽禅 早早11点半左右到达中国大红猫保护研究中心 刀江燕基地 随团的有海洋公园主席庞建宜 他们探望痴性大红猫鹅微 了解大红猫的护理 致养和赴港安排等的细节 以及国家在大红猫保育 以及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李家超说希望尽快安排大红猫到香港 代表团其后也会到四川香港马会 奥林匹克运动学校进行闭门活动 文化体育及旅游国局长杨远雄 在社交平台说 已经和四川省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接 商讨送赠大红猫的安排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 政府不断优化和改革金融市场 相信本港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会持续改善 过去两年 本港资本市场落实了不少改革和优化措施 包括同内地互联互通的进一步扩容 JAM上市改革 设立特专科技上市制度 支持科技创新企业 利用本港上市平台获得融资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 本港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已经开始有改善 你看看我们整个股市的情况 当然是多种因素影响的 包括宏观的美式高企 包括地缘政治 我们很多的改革 或者一些优化措施 我们没有停过的 你看看流动性 其实我们今年的 例如最近的五六月 其实我们的流动性 都去到千四千五亿左右 现在看到大家对于我们的市况 慢慢慢慢其实资金流也好 又或者是整体的形势也好 都是向好的 面对近年香港新股上市集资额 落后于环球主要股票市场 甚至被部分新兴市场超越 香港作为通往内地的门户 许正宇认为会是不少海外企业 上市地的不宜之选 下一步当然我们是希望 用好我们自己自身优势 以及用好国家给我们的政策 例如我们自己出房也好 或者我们交易所的 他们持续的上市推广也好 都是在做不同的功夫 希望吸纳不同地方的企业 来香港上市 始终我们作为金融中心 我们的服务对象 是不会被国度所限的 当然我们的大门 永远是向所有入资格的企业 去闯开的 所以包括中东也好 东南亚也好 其实这些市场 我们都会持续去心间 许正宇认为 近期有不少国际金融 保险资产管理机构 相计在本港二万岁计 开设办公室 反映外资对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 无线电视机 杰陆沛音报道 消息说 防委会公告租金 加幅达到封顶的百分之十 公屋租金按房屋条例 每两年检讨一次 按住户收入变化调整 如果要加租 有一成上限的封顶机制 防委会资助防屋小组 今个月中将会审议租金检讨结果 近年公屋加租 防委会同时推出宽棉措施 例如2020年加租 曾经棉租两个月 2022年就延后一年 才收取新租金 消息说 防委会今次计划 然后三个月才加租 即是春年一月 但库库就不就位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 在报17,161点 跌238点 总成交超过467亿 最会的港股 腾讯控股下跌6毫 恒生中国企业跌4毫6 财富基金跌1毫6 亚里巴巴跌1个2毫半 工商银行跌0先4 又帮保险跌8毫半 汇丰控股跌5毫 美团跌8 建设银行升2先 中远海控跌1个1毫4 再看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跌5毫 邮邦保险跌8毫半 中移动升4毫 港交所跌3.8 香港中华煤气跌2线 恒生科技指数报3,571点 跌25点 内地股市 双证综合指数跌15点 深淨成分指数跌73点 有证券业人士认为 港股短期走势偏淡 适宜暂时观望 今个星期大家都会看着250天线 预计它会试一试试穿 技术指标上短期都偏弱 短线平均线指标都跌穿了 短期死亡交叉都出来了 对于整个恒生指数 我们都看见A股究竟何时止跌 因为发觉 如果你说看三中全会之前 A股其实跌了七个星期 希望在三中全会的消息 会多一点去演绎 又或者是美汇指数 如果再弱一点的话 港股都有些支持 民主派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 定罪被告继续分批求情 法庭第二天处理参加九龙东初选 六个定罪被告的求情 上星期五 黄之锋 谭文豪 和李家达完成求情 这一天到认罪的谭德志 胡志伟 和经审判罪成的斯德雷 有家属和公众到场旁听 现场有警察戒备 案件合共有47人被控 31人认罪 14人经审讯之后裁定罪成 内地热门旅游城市之一的广州市 为了提升当地旅游服务水平 宣布由今天开始 除了热门警区之外 市内的A级旅游警区 不需要提前失明预约 暑期旅游旺就来到 内地多个城市准备迎接大批旅客 为了方便游客安排行程 继北京上海等地取消部分警区预约之后 拥有106个A级旅游警区的广州 也都宣布大部分A级警区 礼拜一起全面取消10名预约 不少游客都表示欢迎 不过到访人流较多的景点 例如广州塔 广州市文化馆 广东省博物馆等 就仍然需要预约 广州文旅部门说 需要预约的警区 每日要预留一定的名额 提供给长者残疾人士等 至于无需预约的警区 除了保留网上售票 也都需要设立实体售票渠道 并且接受现金电子等的支付方式 针对旅行团 警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保留预约制度 而当整体客流量 接近最大承载量的八成时候 也都应该透过各大平台发布预警 母线电视记者陈佳音报道 内地打工族近日兴起 在办公室养蟹 和斗鱼等的小型宠物 有心理学家分析说 这种做法有助自主 舒缓工作上的压力 现今社会 不少人都会养蟲物陪自己 主要都在家里养 但在办公室养蟲物 跟一周成为内地的新潮流 广州这个蟲物市场 有店主说近期多了 90后、00后 购买蟹和斗鱼等的动物 无养这些宠物的民众 又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一个情绪的寄托物 而不是一种 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喜好 比如说我有多余的精力 我就愿意放在这个上面 每个人都有自己情绪宣泄的出口 有心理专家也都认同 在办公室养蟲物 来自我疗愈 或者说缓解一些压力也好 或者他们可能从小到大 在生命中间缺乏的体验 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体验到 他又认为 这种做法所需费用不高 对工作压力大的上班族来说 是一个几化算的枢压方法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转头有另一节新闻